為了培育幼兒適應未來社會的能力 成為將來社會需要的人才 舊隱學校幼稚園部 特別為幼兒設計以自主學習 學習自主為課程目標的專題研習課程 課程讓幼兒在豐富的環境 透過大量親身操作 例如做實驗、參觀、訪問、閱讀資料、交流分享等等 建立主動學習、解難、批判和創意的思維 讓我舉一個最近學習的例子 現在剛剛是我們探索社區的專題 高班、幼兒班和低班的小朋友 都會去不同的地方進行探索 有一班低班的小朋友在搜集資料 和在外出探索社區資源後 自己設計了路線 由學校搭校車去中環碼頭 在後旋區訪問乘客對乘坐杜輪的想法 他們發現原來有乘客很喜歡乘坐杜輪的原因 就是喜歡吹海風 之後他們就乘坐杜輪去尖沙咀看恐龍的展品 再到中樓進行探索 整個過程裏 小朋友有焦點、目標和諮詢地進行探索 這個都是我們課程要建立小朋友自主學習 積極與人溝通、協商 在多方面的互動中 來建立良好和正向品格的過程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